我们再来带您关心的是 国内代理孕母还没有合法化 结果有需求的民众就远复到国外进行 但是来看看有人前往到泰国找代理孕母 结果这孩子出身证明却是背叛卫造 这是有立委接获的陈情 有民众检举说 这个小孩出身证明 上头的母亲因为不是分娩者 所以法院判定出身证明是卫造的 原来是因为待遇仲介业者在鬼扯 说这个出身证明只要 这个甜妈妈的名字回台就可以直接报户口